刚才我们关注即将开启的习近平的美国之行 我们提到了习败会 一定会谈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问题的台湾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经济学人 这样一个媒体方面的一个研判吧 关于台湾 关于台湾明年的大选 经济学人研判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有希望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 引号啊 我们说就是引号的总统大选 伪政权 那么经济学人呢 以中国有多可怕 作为标题 抛析中国军事及经济劣势和优点 建议美国采取相应的策略 包括扩大对台军售 包括 加大威慑中国 并对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 限制 对华出口 但还 应该适度的保持开放 维持经济 技术优势 这是经济学人对美国的建议 那么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还提及 明年的一月份 这个 赖清德 这个北京不欢迎的 北京绝对不欢迎的这样一个候选人 说可能会赢得台湾的这场大选 经济学人报道说拜登 下周就金山会晤习近平 西班会的过程中 赌注高 风险大 他们这场会晤 赌注高 风险大 包括中东冲突 有可能成为大国竞争的另一个战场 目前美国 支持以色列 而中国呢 则加深了与伊朗的联系 在南海争端上 中国持续的 他说中国持续骚扰菲律宾的船只 并且中国的战机 在南海与美国的军机正面交锋 这就指在半个多月前了吧 这是 不到半个月 在南海上 美国的一架B-52 然后遇到了 中国的一架 歼11B啊 最近的距离 最近的距离也就三五米远 外加明年美中关系还有一大考验 什么考验 就是说明年的月份 北京不欢迎的一个候选人 很可能有机会赢得台湾的啊 所谓的啊 总统大选 文章认为 中国的威胁确实存在 拜登政府应该在许多领域勇于面对中共的统治者 但是要留意可能爆发对抗风险 最坏情况下 恐引发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 即使并非战争 这种抗中浪潮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 使美国与其盟友分裂 因此美国不仅需要了解中国的优势 还要评估中国的弱点 经济学人的文章点出了中国的 所谓的他认为的所谓的弱点 最不为人所知的就是中国军事的弱点 那他说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 中国解放军变得似乎令人生畏 拥有两百万军人和两千两百五十亿美元国防预算 这确实令人生畏 到2030年 中共可能有一千枚核弹头 这都令人生畏 中共除了威吓南海的邻国 也与印度爆发边境冲突 同时在非洲设立军事基地 并正在中东寻找新基地 他认为中国这几年做的这些个事 他说的如果说都有的话 说这样的一个中国令人生畏 那令人生畏 他但是不过呢 你要是仔细的观察的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了 这文章说 说经过几十年苏联和俄罗斯军事教条式的训练 他这篇文章的这些个东西的分析 我觉得很业余 希望金主编能够 我们的小金主编能够能够搏一搏的 什么叫经过几十年苏联和俄罗斯军事教条式的训练 这应该说中文解放军历史上短暂的有过 但是从从来都不是中文解放军的这个建军的这个主流 五八年就反军队中的教条主义 六十年代出林总那时候 那林氏的治军 高曲毛宗斯养伟大红旗 所有的一切跟苏联教条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就是军贤制 学学苏联 包括刚建国之后 靠元朝以后 军队的教育 条令的所有这些东西 那这些的方面可能对苏联的模仿 学习的痕迹多一些 没几点都破除了 六五年军衔军衔制都取消 但是他说他说经过几十年苏联和俄罗斯军事教条式的训练 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正在努力的汲取俄乌战争的这个教训 但是 中国招募军人出现困境 难以聘用从战斗机分学员到工程师等技术人员 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经验 过去四十年左右最致命的行动 就是八九年代天安门 朝着自己的学生和百姓开火 这是经济军人说的 不是我说的 朋友们 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都不用讨论 大家说那个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确实我们不了解 其他我不了解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国招募军人的时候出现困境 难以聘用从战斗机分学员 飞行员到工程师等技术人员 而现有的这些人几乎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战斗经验没有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们要承认 那你包括说刚刚说的 南海上 J-11B和这个B-52的这个 这个对峙 但这不是战斗经验 是不是 但是你说这是战斗也行 但我们总觉得战斗好 不这么战斗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 难以聘用从战斗机分学员到工程师的技术人员 这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有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们 在视频底下 跟我分享分享 中国的现在这个 中国空军飞行员现在这么紧缺吗 如果打一场中等烈度的空战 比如跟美国或日本 打完之后 互有折损 中国的战斗机的飞行员 什么呢 这这 后续要捉襟见肘吗 补不上来人员吗 打掉之后 包括地勤 包括什么工程师 等等这方面的技术人员 很欠缺吗 朋友们 我们不乱发一论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要严谨 哪位朋友 或者哪些朋友 知道这些方面的情况 在底下跟 让我们学一学习 金居人说 另外呢 尽管中国在高超音速飞弹 及隐形战斗机等方面取得进展 他指的就是歼20了 还有东风17 东风27 东风妖拐 东风两拐 东风两拐 说能打 多人龙 是不是多人龙说 多人龙说 多人龙说 多人龙龙能打到5000公里 但是呢 说 中国的军工复合体 在飞机和船舶发动机 等领域仍然落后 必须依赖 国外的零件 如今 美国对半导体和零件禁运 可能会让中国追赶全球技术前沿 变得更加困难 这总的来说 它也是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 低估了中国人 这个笔学赶帮 赶帮抄 譬如机型 后来居上的能力 人家华为什么 Mate60什么的 后来就后来 非有分析 五大米 三大米都能搞出 这个我们绝对外行 我们不评判 但他说 在飞机和船舶 发动机等领域仍然落后 船舶好像 燃气轮机 咱们好像说过关了 我们不是说 从乌克兰 当初从乌克兰 引进的技术 后来说 经过消化吸收之后 发动机方面 还是你听说 突破了 燃气轮机 还有这个 飞机的发动机方面 不如 涡扇 涡扇15 现在都出来了吗 都装上了 都装到歼20 身上 不是 歼20不说都 涡扇15 什么不都 装完之后都飞过了吗 很满意啊 说军方啊 属实不 经济学人是不是 还没有拿到 这个真实的这个信息 我们接着分享 就说这个经济学人 我还说 分享一下他们的屁话 说这个中国人解放军的短板 他说 再加上 习近平专权 不允许政策辩论 这会导致习近平的决策能力 不断恶化 经济幕僚 已经被习的亲信边缘化 同时解放军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都花在政治教育上 研读习近平强军思想 学习提纲 学习纲要 等习近平的著作 这 我觉得这就有点 干关火的味道 不是 也不关火 就是 身在室外 指手画脚 好像解放军的训练不算满 满复合训练 因为要四分之一的时间 要政治教育 政治学习 学习习近平强行思想 那能怎么的呢 那能怎么的呢 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二分之一的时间来学能怎么着 如果他真是先进的私下 能够武装 把这支军队 这支军队 这支军队树立起 招之既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这样的战斗意志 那就学习 那就学习能怎么呢 挺好 文章还说 中国的军事弱点 与众所周知的经济弱点并存 房地产低迷 以及中共对民营企业和外资日益增长的敌意 正在阻碍经济成长 MF表示 今年中国GDP将成长百分之五点四 二零二八年 仅将成长为百分之三点五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 在今年的第三季出现了负增长 这是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然后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最后就下了个结论性的一个断言 说到本世纪中叶 那就是2050年前后了 说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的GDP不太可能超过美国 这是经济学人的判断 我今年去年还都看过网上 我不太真假 所以我从来没跟大家分享过 有人说说中国这个统计局造假 造什么假呢 就是中国早已GDP早已经超过美国了 只不过呢为了不得罪美国 为了维护美国的自尊心 为了维护中美正常现在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没告诉他 说中国事实上现在GDP 这个统计的数字确实已经超过美国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真假的 有懂的朋友知道的朋友 谁爸爸是国家统计局长 告诉告诉我 那么呢 经济学人接着就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的这个军队的优势 烈势 分析完之后 说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经济学人认为 说过度鹰派的政策 可能分裂美国盟友的网络 或者造成呢 习近平误判 所以呢 美国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调整 对中国的政策 就经济而言 这意味着要开放而不是孤立 经济学人支持对 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出口 进行限制 但是呢 他不支持对中国加征关税 关税 为了保持经济和技术优势 美国应该在商业上 对中国表示保持开放 啊 经济学人这 这跟他在讨论多让你做了啊 这两头都让你说了 就军事上 那经济学人建议美国 非要采取威慑手段 说拜登政府对台出 对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 在亚洲建立军队 并在亚洲重建军事联盟 这是当务之急 总之 啊 总之经济学人认为 美国与中国打交道 应该务实的看待中国的能力 好消息是什么呢 说中国的弱点 和习近平的错误 正让西方有时间 应对北京所构成的威胁 你也太不了解中国的速度了 如果你说的这个前提成立的话 你也太不了解中国的速度 中国速度什么 就是中国知道发现了自己弱点 他可以一夜之间就校正过来 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假如说有什么错误的话 习近平可能找人起来了之后就把这个事给改了 这就是中国的效力 你们不懂 中国要想真跟你们西方和美国对抗的话 中国不会给你们 充足的 准备的时间 我这句话 小粉红更爱听 谢谢大家 zero ね 病毒